竹山一家文创业者为了展现地方人伦特色开创新产品 让文创与长造作结合 也邀请竹山社区的长者前来学习制作竹编 并透过拍摄纪录片的方式 来让更多人看见此规划的进行过程 来自台北的成东福伦社 帮我们争取到一个从美国的一个赞助金计划 那这个计划最主要就是我们希望能够鼓励竹山的一些爷爷奶奶 能够学习这些竹编的这些工艺 让更多人来看到说原来在竹山的这种 老人家的这个手那么的巧 而且他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中又可以跟大家互动 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过程 我们也希望说能够把这些一点一滴的老人家的参与 年轻人的参与 终生代的参与 还有地方的这些里长的协助 那当然还有就是从台北来的这些福伦社的这些前辈 大家帮忙 我们想要把这个过程记录下来 然后也能够希望未来可以给更多人来看这些珍贵的过程 透过文创产业与社区观和据点的合作 也成为地方发展的新力量 竹山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也相当乐于待见 这样的规划对于地方发展的帮助 那在这个活动里面它是在创立社区的族编的新品牌 那由新的设计师来设计它的产品 那由我们的长者来协助来编织制成 所以我们是社区加上我们的地方的创业 加上一个新的力量 那我们也希望说再加入这个新的合作的机制 那能让大家拿到双揚 对于业者的用心规划 让文创能与长照相辅相成 县议员友好也给予相当高的肯定 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竹编文创的一个活动 一方面在社区让长者他们去做一个过去 传统的一个主义的一个活动 一方面的话其实这也是符合我们地方向推行长照的概念 还藉由长者的一个热灵的生活 我热灵的一个活动 这个是相辅相成 所以也特别有意义 那所以在此也对于何北京先生 藉由主编让长者 可以在里面做得非常开心 而给予一个非常高的肯定 议长和生锋肯定业者的用心 也期许透过产业与长照的结合 除了能展现地方人文特色 还能让双方面的发展更加增进 记者卢宇凯 竹山采访报导